在台灣每一百人 就有98.3人擁有一部機車 每年可以賣出70多萬台 但其中只有少量車主 買車錢要求試車 我覺得其實還是要自己試乘過 才會知道說 買台車騎起來感受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機車這種東西 我覺得如果不是會飆車的人 我覺得需求對我們來講 其實都一樣 只要輸入關鍵字 選擇車款和日期 就能一鍵預約 隱藏版試車功能 但僅由少數車行提供服務 因為試乘車都是由加盟業者 自己掏錢買單 新車有退出很好的車種 大大部分都會叫我們經濟商商 看看要不要訂購 要充量還是要買 不量的話 最起碼提高了三成左右 原來車行賺錢主力 是在售後服務 賣機車利潤超級低 最多賺三千 而其中這一款 因為銷量好一年 可賣出近十萬輛 被譽為神車的125CC機車 每一輛進賺只有一千六百零四元 業者苦哈哈 自嘲比手搖引還難賺 為了減少試車時 被偷車或是車體傷害等等損失 業者會要求客人 簽切結書壓證件 同時也只加零點五公升汽油 讓機車跑不遠 一小段路 所以說比較沒有 沒有這樣叫他們簽 有時候人的感覺問題 你還是怕我還是怎麼樣 你下一次我們的話 我們都會自己去說 因為不喜歡得罪客戶 雖然試乘車只有卸位公里數 但是機車只要掛牌落地 就被視為福利品 只能以新車架九折出售 算盤打一打 怎麼也不划算 也難怪多數機車行 不願提供試車服務 分析了陳曉欣宜